这题是有关于光合中用驱逐核的证券 A选项照射绿光可不可以让光合中用效率提高呢 不行 光合中用主要吸收红光跟蓝光 就是R跟B 我们的那个光线三元色RGB 红绿蓝 其中光合中用吸收红跟蓝 R跟B 而绿光这个G没有 所以为什么叶子呈绿色 它不吸收绿光 绿光反射出来被你看到 红光蓝光被它吸掉了 你只能看到绿光 就是叶绿素跟叶子的颜色 所以A不对啦 好我们看B选项 水的分解反应 光合作用的光反应 第一个步骤是水被分解了 这个反应呢 又被称为光水解作用 就是用光的能量让水分解 好光水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水分解成氧气 所以我要平衡一下 加四个子子 加四个电子 好平衡反应完 这个过程叫光水解 发生在哪里 类囊膜 不是在机子 在类囊膜上 这个字是囊的解体字 第二个字是囊的解体字 类囊膜 所以逼错了 光水解在类囊膜 好简单的说 光反应都在类囊膜上进行 包含光反应的光水解 光反应都在类囊膜上 碳反应才在液体积植 那是在碳反应发生的位置 所以B写错了 是一句话简单的 光水解分成的 产生了质质 听说你们的题目是写氧 对不对 不论是质质还是氧 都不会跟ATP结合 ATP从来没有跟氧结合过啊 那如果今天是氧呢 氧就跑掉了 拜拜 它是个负产物 那如果是子子呢 它会记忆以下这个反应 NATP症跟子子 我写四个好了 因为你既然是四个 我就写四个 加四个电子 这边就写 猜一下 形成两个NATPH 加两个氢离子 好有平衡好吧 对有平衡 对 好那所以你的子子 是被NATP症接收 那氧呢 没人接收 所以不论怎么样 施血量都是错的 子子或是氧 不会跟ATP结合的 好猪选项 光反应的时候 NATP症在这里 就会经由光反应 变成NATPH 这个反应是还原 没错 然后之后呢 NATPH才在碳反应 在氧化去形成葡萄糖 所以猪是对的 猪是对的 简单来说 二氧化碳要形成葡萄糖 需要耗掉ATP 还有NATPH 而这两个打猩猩 来自于光反应 所以光反应 产生的ATP跟NATPH 又于碳反应 让二氧化碳变成葡萄糖 所以猪是对的 好最后一选项 酵素在叶欲体机制中 利用光能 将二氧化碳合成糖类 码你们一选项是这么说的吗 我记得这一选项 跟你们的题目好像不太一样 你们一是这么写的吧 你们一是利用光反应的产物 还是利用光能 因为答案就不一样了 好如果他这边写说 机制是利用光反应的产物 光反应的产物是谁呀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ATP 它们就可以把二氧化碳变成糖 这样的话 一就是对的咯 可是我的题目是写 利用光能将二氧化碳变成糖类 那是碳反应 碳反应就不用光能了 对是化学能 化学能就是ATP跟NATPH 叫化学能 所以如果这一题 这个光能两个字 改成化学能 对 或改成光反应的产物 对 但如果是我这个一学上的描述 直接利用光能将二氧化碳准变成糖 错 所以我的这一题是没有依这个答案的 可是听说你们的题目是有依这个答案的 因为你们改的是化学能 那就对了 光反应产生的化学能 用于碳反应让二氧化碳变成葡萄糖 就是ATP跟NATPH 对 因为这两个是化学物质 由化学物质所携带的能量 我们就争取为化学能 所以光反应所产生的ATP 和NATPH 就是化学能的代表 好 十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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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问题